每年元旦各国乐迷引颈期待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将于102年1月1日 在彰化演艺厅及彰化县政府广场同步转播 26日在县府中庭举行 2013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全球卫星直播节目演出记者会 秘书长赖正沟 文化局长田飞鹏及多位县府主管等人与会 赖秘书长邀请全国乡亲于元旦 与全世界同步欣赏历史悠久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欢度新年的第一天 1月1号下午5点 在我们彰化演艺厅跟我们的府前广场 要来实况转播 这个我们的201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那么这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 那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转播到这一场 世纪的一个音乐会 那么也欢迎各位乡亲爱好音乐的朋友们 当天能够到我们彰化演艺厅这边 来共相盛举 来共同聆听 这个非常美妙的一个音乐 那是由我们Weiser Monster所指挥的 这个维也纳爱乐教详乐团 来跟各位共度新年 那么这个是免费入场的 也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一起来欣赏 谢谢 透过现在科技的一个进步 让大家可以同步欣赏到 我想这个是很好 而且这是免费来索取的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 在我们元旦这一天 我们下午5点开始 我们会先有县内的一些 比较优秀的演艺家来帮我们表演 那在6点开始会直接转播 那目前我们在彰化县政府 文化局 还有云林林一厅三个地方的服务台 都开放锁票 那欢迎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借由这样子的现场转播呢 大家也可以有种 基本上是几乎清零现场的那种感觉 我相信那种震撼是 当然是比现场去听 当然会有落差 但是还是已经可以吸收 学习到非常非常的东西 如果是爱乐者的话呢 纯粹是音乐的喜欢 喜欢英国音乐的人的话 就是当然就是对他们的这个 欣赏这方面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是对学音乐的小孩子的话 他们也可以从中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启发 赖秘书长表示 县府致力于深耕艺术文化 县府自99年起已连续举办 并积极参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全球实况转播活动 获得各界热烈回响 今年县府提供室内户外大型萤幕双重选择 特于下午5点起 邀请县内接触音乐家现场演出揭开序幕 预计晚上6点正式直播音乐会演出 一起带领乡亲与全球同步 共同聆听年度最盛大的新年音乐饗宴 与全世界同鹤2013新年快乐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righty, take care of this!